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下了個幾星期的雨 今天終於好天了 我打算跟他去沙灘玩 順便自己拍照打卡 因為長洲也有很漂亮的沙灘位可以拍照打卡 所以我可以貼上IG 這期很流行透明的袋子 夏天一定要有的 我打算一會帶這個袋子出去拍照 我今天的袋子會放了什麼呢? 首先會有這支唇膏 我之前也有一條妝片有介紹過 剛剛新買的 我覺得這支顏色很薄 還有下液的氣色 拿出去補妝便一流 至於這兩個有唇膏包裝的 就是我最近收到Whisper給我試用的小美M巾 你看它的包裝是否很漂亮 不像那些平時白癩的M巾 一看就知道你是衛生巾 這個會比較美觀 而且放在透明袋子裡 一包兩包放在這裏 絕對不會覺得尷尬 它總共有兩個版本 如果是珠珠版這個 裡面會有粉盒、唇膏、指甲油的圖案 而唇膏版這裡 裡面有六個顏色的唇膏 都會分為24cm的日用版 以及29cm的夜用版 你不要看它這麼小包 只有手掌這麼小 但其實它一樣吸量都很大 所以你外出都不需要特別 因為它小包而大 多帶很多塊去換 都不需要正常的用就可以了 還有它們的包裝 這麼小包 就算這個透明袋子這麼小 你放進去 你都不會覺得很啞 甚至放在化妝袋裡 都絕對OK的 完全不會有違和感 其實之前他們有做過買一送一的QPON 都很多朋友有買到 跟我說是很漂亮的 如果錯過了上一次的Promotion 不要緊 接下來他們7月19至8月15日 都會有一個減8元的優惠價 去InfoBar看資料 就會拿到那個QPON 好了 我們繼續看看會帶什麼外出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平時的錢包 鎖匙 然後我的Portable 因為拍照是一路用電 App是很適合的 所以一定要帶Portable 然後有紙巾 還有拍照 它又掉了 這個是一個很好用的廣角鏡 但它的缺點就是 永遠都上不實 是很容易脫的 但是它是因為沒有死角 沒有黑邊 所以我也包容了它這個缺點 但它超貴 在淘寶買要百多元 好 那我現在噴完這個防曬Spray 就行了 這 我這款的防曬Spray 是在日本買的 你看這個包裝 超級無敵 出發出發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就去 出發去玩 出發 我們去玩 這裡後面就是一個 非常熱門的打卡位 我每次經過 都一定是有很多女生在打卡 所以我今天都特地帶了錯帽 然後穿著這個 涼鞋 看到嗎 就來這裡打卡拍照 我現在就等它們 散開就可以拍照了 好嗎 媽媽好嗎 出發 你都沒有濕水 這裡就是我們平時會跟Chopper來游泳的沙灘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這隻 心狠淚小舊 咦 你玩水嗎 這麼開心嗎 而且這個沙灘其實也挺漂亮的 在拍照 因為外面有一個模式 所以都很適合它打卡 也有 忘了跟大家說 這裡是哪裡 其實在東提小竹走出去 就會是我後面這個沙灘 和剛才的打卡位 好 我們沿著這個沙灘一路走 就會走到另外一個打卡點 那裡就會是一個球場 然後旁邊有一些圍欄 背景是沙灘 也是非常漂亮的 我現在就帶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當你們看到這個長洲體育路 看向左手邊 就會看到這個入口 進來這裡真的是一個球場 但後面看到白色的欄 那裡拍照是日流的 好 你是不是要轉姿勢 準備 1 2 錯吧 你試試再弄散一點 這條裙子 再弄散一點 這條裙子 對 OK 準備 1 2 其實我都真的很佩服IG 很多美照的女生 每次拍一張照都覺得勞心勞力 要拍200幅才會選到一幅 是自己滿意的 所以每次拍完照 我都覺得比上班更累 最後不要忘記 球場後面這個看台 其實它白色拍照都非常漂亮 還有你們有沒有發現 今天就算我穿白色的裙子 也不怕拍照 有什麼沒有安全感 或者擔心什麼 漏M的問題 因為這個小美M 雖然它很小 但是它的吸力 也是夠強的 而且它很薄的 所以不會有什麼存在感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幾條新影片 總之是6的下午3點 和總之是1的下午12點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